好久沒在這開直播 有點...不知道燈的亮度 這樣可以嗎?這個燈 哈囉 大家晚安 晚安 柏惟 露露 楊潔 阿花 倒 美 王 內 內 之 汗 風 怪到少女 可達 要晚安 好艷熟的T恤 好久沒在這開直播的感覺 兩次了吧 兩次沒在這開直播 沒錯 今天又回到了我的台北的家 因為我放暑假了 謝謝阿花送我love 我放暑假了 然後過兩天就是握手揮 雖然我想說先來住這邊好了 這樣我明後天就可以去逛逛衣服了 謝謝柏惟送我love 謝謝柏惟 大家晚安 我放暑假了好開心喔 我今天考完試我就立馬回家 就享受放暑假的感覺 耶 哈囉亮鈴 你好 空夜晚安 恭喜放暑假 暑假平衡 哈囉亮鈴 謝謝卡木儀送我掌聲鼓勵 離放暑假還要最後一路 加油楊潔 星期六日就是握手揮 期待嗎大家 我要吃逛逛衣服 但是呢我跟你們說 我已經準備好一套衣服了 是很特別的衣服喔 我覺得你們一定會喜歡他 恭喜恭喜 上週就開始放了 我這次握手揮 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的部署好了 先空夜離工作畢業還有三天 加油空夜 露露你好 對你們是放端午連假 大家應該也要開始放端午連假吧 明天後天然後六日都放假 大家端午連假快樂 大家端午連假有要去那裡玩 阿遠你好 哈囉小白晚安 詩詩晚安 握手在即一亂請 哈囉尬仔 等一下先去布丁台 好妖揚結可以的喔 先提醒一下這次我握手會的那個部署好了 平寒最近有吃粽子嗎還沒 今天還沒端午節所以還沒吃粽子 第一次握平寒很緊張 不要緊張氛圍 好 待在家裡想妳 謝謝阿豪的掌聲鼓勵 幫我連假就是要做的 我沒有手會 我這次是 哎有點難記得 有六個部 2 5 6 8 10 11 我的步是第二步 然後二、五、六、八、十、十一 大家要記得來找我 而且我這次的那個 大家有看到早上的官方Facebook 還有發出那個示意圖嗎 就是我的是這幾步的 然後都是在第一列 對,大家不要拍錯了唷 第一列 品涵都在第一列唷 四單才來找品涵 好優惠,但是 二、五、六、八、十、十一 沒錯,背起來了 敵不起來就全部出現就好 旁邊都是靈怡 對啊,旁邊都是靈怡 兩個小可愛湊在一起 是不是更可愛了呀 第一次去握手會 期待跟你見面喔 品涵之後 會把我握手會有服裝 是要放IG嗎 會的 我有空就一定會拍照 然後放在我的IG上 好不好 芭樂你好,楊雄晚安 然後因為我其中有 第五部跟第六部是連在一起的吧 所以我第一天應該是 這兩部的服裝會一樣 然後髮型啊 會看有沒有時間 就是來不來得及換 如果來不及 應該這兩部 也是會用同一個髮型 因為我看他表上只有寫30分鐘 我不太確定 來不來得及 所以 因為還要補妝 上廁所幹嘛 喝水之類的 所以半個小時不確定 有沒有辦法換好頭髮 所以如果時間上來得及 我應該會換髮型 然後服裝的話 第五部跟第六部是同一件 然後是 大家都 其實我在考慮哪一套要哪一天穿耶 還沒想好 但是有一套 是特別的衣服 我覺得你們會喜歡 平衡這件也有買 這件是披頭式的衣服 很可愛把它這樣便宜 五六一樣 對我第五部 第六部服裝會一樣 因為可能來不及換 球馬尾或傷馬尾 我再自行變換一下髮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特別的你會放在姐 我在想我特別的那一套 要放在什麼時候 哈囉柏惟 那我之後過兩天要去看一下衣服 然後再準備另外三套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應該是會準備四套服裝 對 之前答應大家的四套服裝 然後髮型的話應該會換蠻多的吧 不太吃緊 看看感覺怎麼樣 看 要先看一下休息室 第一天先去看一下休息室 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 第二天的決定要不要捲髮 因為現在還沒有看到休息室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 第一天應該不太會捲髮 就是可能綁頭髮之類的 所以 馬尾可以啊 馬尾我做得到 馬尾很輕鬆 但是捲髮有些麻煩 我可能第一天先去看一下 休息室是什麼樣子 什麼狀況這樣 謝謝Burring的新之冠 要先去敞勘一下第一天 然後第二天再決定一下頭髮 大概要怎麼樣 所以第一天基本上應該會是 直髮 因為這次沒髮路進來不了 等你下次來喔 謝謝阿豪的看和你喔 謝謝Burring的新之冠 衣櫥永遠少好幾套 你們比較喜歡馬尾還是雙馬尾啊 馬尾OK 而且我最近有研究出一個 綁起來會很俏麗的馬尾 就是 我之前都是 我之前都是 謝謝Burring的告白氣球 六部的味道 謝謝你卡木尾 不然等待時間真的垃圾 對了大家要記得 做好仿賽準備喔 最近有研究出一個 綁起來很好看的馬尾 絕對是馬尾 絕對是馬尾 哈囉 煩你好 馬尾大魚雙馬尾 其實我個人也是馬尾大魚雙馬尾 我個人也蠻喜歡馬尾的 好我應該是會綁馬尾啦 但是不確定哪一步 還在考慮當中 都喜歡怎麼辦 怎麼感人啊 柏維 我最近研究出馬尾是 因為我之前把馬尾都很容易 就是跳舞太多就鬆掉之類 謝謝斑尾的蜂蜜水 然後最近就上網看了別人怎麼教 然後我發現很多日本的髮型師都教說 馬尾分兩層綁 然後再試試看兩層綁 我覺得很不容易掉 而且很挺 怎麼說 就是一般的馬尾就是綁了 它會垂垂的嗎 可能一般馬尾綁了就是垂垂 但是那種馬尾綁了 它會就是翹起來 你懂嗎 對我現在綁了上面這一層 先綁起來 然後再把剩下的再綁一個上去 然後那個馬尾就會變 超級蓬鬆好看的呀 我現在我握手會綁你們就可以了解了 就是那個馬尾會變得很翹 應該說比較挺的馬尾嗎 超級好看 我自己上次練舞的時候綁 然後我就很喜歡 應該之後綁馬尾都會這樣綁了 我覺得很好看耶 比起一般的馬尾好看非常多耶 就是一般的馬尾只有綁一圈的話 因為好像是因為頭髮太重 所以很容易掉 謝謝柏威的掌聲鼓勵 然後後來就看很多網路 日本法庭師都叫分兩層綁 然後就比較不會掉 而且很挺 我握手會綁給你們看 像翁翁一樣的馬尾 反正就是比較挺的馬尾 好看很多 而且看起來比較翹 金佑哈囉 會有現場綁嗎 現場綁嗎 現場綁嗎 我應該是休息室綁好再出來 大家挺期待一下囉 大家準備好握手會的話題了嗎 還是想不到這五十五十七秒這樣 應該會很雷 而且我今天去用了指甲 我想說很久沒跟你們這麼近距離見面 而且是握手會 所以我就去用了指甲 很可愛的顏色吧 有點太靠近看鏡頭 很可愛的顏色吧 欸我跟你們說他本人更可愛 你們到時候一定要好好注意他唷 這我今天去用的 我超級喜歡的耶 好可愛呀 因為我之前有用過一次 第一次握手會的時候 然後我有去用 但是那時候我覺得 就是我指甲很小弄起來 好像沒那麼好看 但是我這次超級喜歡的耶 我覺得很好看耶 而且對 我挑了Bill Flower的顏色 淺藍色 是不是很可愛 但我挑了小組顏色 我小組愛 欸我跟你們說他本人更可愛 你們一定要仔細看他 他本人真的更可愛 就跟我一樣 就跟我一樣 本人更可愛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只有一張握手 我覺得你會超緊張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謝謝博威的love 我想說很久沒跟你們見面 而且這次六部 所以我就去用了 是不是很可愛 那應該還好 謝謝 阿媛送我藍色應援吧 害羞型會帶隻在那 不要緊張 你可以仔細欣賞我或是指甲 他們都很可愛 天藍色指甲唷 而且我那時候挑超久的顏色 我想要挑那個Bill Flower的顏色 謝謝金釉的甜蜜之紋 所以用指甲都會有很多顏色可以選 可能跟著平安撒上 然後那時候選擇困難你知道嗎 因為我今天是 就是下課之後 我自己一個人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挑選擇困難 又發作 Boring週六日見 然後因為它色卡有很多顏色 我就挑不出來 因為它有各種藍色 就是淺藍然後深藍 然後一點點偏紫的藍 然後水藍色 青藍色海洋藍什麼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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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然後我後來就挑了兩個 一個是這個 這好像是他們新的顏色 然後淺藍色 然後一個是比較深的 我看一下 有點像我們那個徽章 沒有follow徽章的顏色 有點像這個藍 這個深藍色 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然後我覺得這種顏色也很好看 我就挑了兩個顏色 然後它就幫我試插在上面 然後讓我選一個 後來我就選了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夏天 然後感覺比較活潑 比較夏天涼快的感覺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太多種了 後來都選了 這又來可愛的藍 好喜歡這個藍 這個藍真的很可愛 它不會太亮嗎 因為有時候太亮 會有點可怕 就是我覺得是剛剛好的那種 然後皮膚也算還算白 所以搭上這個藍色 感覺蠻可愛的 心情很好 用完之後很開心 因為我之前第一次用光療的印象 是我覺得我自己指甲比較小 所以用起來沒有這麼好看 但是這次用的我很喜歡 而且我發現我指甲好像不太適合太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 就是沒有加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圖案 或者是鑽石阿 我就用單純的顏色 那你這幾天用手要小心 不用擔心阿滑 光療指甲是不會這麼容易掉的 你要卸掉它還不容易 而且它可以撐大概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不會掉 光療指甲是厲害的東西 它不是那麼輕易摳大就會掉了 這個它撐一兩個月都不會掉 而且光療超級難卸 你要去找店家卸才卸得掉 所以它不會這麼容易掉 為什麼會看到平衡也不柔 是不是很可愛 詩詩 想去用了嗎 開心美麗 好像心情很好 女生就是愛漂亮的東西 不是東西 愛漂亮的 好愛漂亮 就是每次買到可愛 或是用到可愛漂亮的東西 就會很開心 光療指甲可以超級久 真的 但就是要花點錢 然後它就可以撐很久 我會捨不得把它用掉耶 希望它可以撐滿一個月 我要把這個錢花好花滿 就是兩個月來還不卸有沒有 然後指甲已經長出來很長了 都不卸掉 好可愛 這樣我之後會很想常常去用耶 因為這次用我很喜歡 印象又好 對光療的印象又變更好了 這個又是位素嗎 差不多 但有時候 有一些比較便宜 有些可能幾百塊 單純顏色的話 謝謝小白的眼睛夜障重 然後如果有認識的話 會再打折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光療差不多這個價錢 可能素色的幾百塊 然後如果有加其他貼紙 或是鑽石 或是圖案的話 可能一千出這樣 謝謝鋼鐵韓佛兒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很可愛 我覺得女生真的是 會花很多錢 就是什麼化妝品 衣服啊 有的沒有的都會花錢 所以要努力賺錢 很好看 很好看 謝謝鋼鐵韓粉的應用口罩 表姐之前去光療好像一千了 我都沒有這麼貴 再稍微便宜一點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阿鮑馬恩 用指甲心口不會啊 用指甲超級 chill的欸 你就是坐在那很享受 就跟你媽媽去買髮店洗過頭 超級爽 對,超級 超級舒服 就是坐在那 然後就隨著涼涼的冷氣 然後看電視滑手機 買衣服超花錢 真的衣服跟化妝品都很花錢 我覺得化妝品是女生最花錢的東西 我覺得衣服買一件了 可以穿兩三年甚至五年很久很久 但是化妝品買來他就會用完 兩三個月就會用完 所以我覺得化妝品 而且化妝品也不便宜 一個一樣單項的單品 可能就要兩百多三百多 所以我覺得化妝品最花錢 表現你的痛苦好嗎 喔!做指甲好痛苦喔 要在那邊做一個半小時 好累喔 嗯!做指甲真的蠻痛苦的 這樣可以嗎? 好啊! 會睡著嗎? 是不會睡著了 鼻劍穿好幾個也是你 化妝品超貴啊 我每次買化妝品都覺得好花錢 謝謝Kamui的LOVE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但我很開心的是 就是室友姐姐 因為就是有時候會收到一些公關品的化妝品 然後她就會送給我 然後我就很開心 可以拿免費化妝品 金佑你好 小千千你好 而且我今天去用這個光療 是我第一次去這間用 是一個朋友推薦我去的 然後我今天 是說我跟你說過我上禮拜突然有握手卷了嗎? 沒有欸 你沒跟我說 餅乾身手派 謝謝LULU的幸運四葉草 我覺得我是幸福的孩子 有一個很好的室友姐姐 晚上還有小千千 我今天去的這間是我第一次去 是我的室友姐姐的朋友 然後她就推薦我去 結果我今天去 因為大熱天下午 然後就是你知道巷弄有點難找 還找不到路 我在店門口 就是店門口 因為那邊巷弄很多弄指甲 然後我不確定哪一家 然後 因為那種通常指甲店的招牌都不是很明顯 然後我就 已經站在門口了 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那家 我怕走錯走進去很尷尬 然後我就在店門口 然後看了五分鐘 因為你知道台北的房子 像弄什麼幾項 然後四支一號四支二號 全部黏在一起 然後她就一個門牌上寫了很多 四支一四支的四支三支四 然後我那一間是 我忘記 反正四支某號 然後我就找不到 到底是哪一間 我不太確定到底是哪一間 我就在外面站了五分鐘 然後滿頭大汗這樣 結果隔壁的花店老闆就走錯 我說妳在角落嗎 我說對 請問四號是這裡嗎 她就說是旁邊那間 然後我就說謝謝 然後我就 滿頭大汗 真的是滿頭大汗 走進去 眉甲店 然後眉甲店有兩個 眉甲石 然後一個客人 我就很尷尬 我真的是 汗從那邊滴下來 超濕 然後我就 在外面曬了五分鐘的太陽 才進去 我明明都已經到店門口 在外面下了五分鐘 然後我就很尷尬 而且裡面的氣氛 就是很悠閒 然後裡面很涼快 然後那個 眉甲石 因為有預約嘛 所以眉甲石就是在等我 這樣就是很悠閒的氣氛 然後我就 滿頭大汗的進去 我就覺得好丟臉 謝謝友智的掌聲鼓勵 朋友介紹有打折嗎 有啊 當然有打折 謝謝阿華的眼睛夜障重 我滿喜歡的喔 之後應該還會再去這邊用 有什麼咖啡喝嗎 是沒有啦 只是 有去做指甲 通常都會自己買飲料 謝謝柏威的掌聲鼓勵 汗逼一下來妝動畫 我覺得女生做指甲 真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又想到一個 如果 之後有人生日的話 可以送他什麼生日禮物了 男生有打折嗎 應該也是有吧 如果去朋友介紹的話 美甲石問號 我又想到一個 可以送別人的生日禮物 就是送他去做一次指甲 感覺收到禮物的人 應該還會很開心 謝謝小春 送沒骰骰子一點 沒有耶 美甲石會聊天嗎 會啊 挺韓介紹我 看所有想你也去做指甲 我發現他通常 那種指甲 不只是幫你上色 他還會幫你保養你的手收 就是手收旁邊 這個指緣的部分 不是指緣 不是那個前輩指緣 是這個手指的指緣 指緣的 就是這個指緣都會有一些小刺嗎 就是那個掀起來的皮 小刺 那藍色的不是賣箱 不是啊 那不是賣箱 那是保礦力嘛 謝謝小春送我告白氣球 就是他旁邊會有那個小刺 然後一些粗粗的皮 或是翹起來的小皮 他就會幫你去除掉這些東西 然後幫你上紙人油保養你 然後他還會幫你指甲的型修漂亮一點 他有覺得很開心 我現在的指甲很漂亮 做指甲前好像要先保養過 才會比較好上錯 沒錯 我現在不是美容系的嗎 然後我也有修那個 一堂課是美甲課 所以我就覺得 嗯這些器材好熟悉喔這樣 但是我美甲課超爛的 因為我覺得指甲很小 我沒有辦法是很鑽鑽上面你知道嗎 我都會塗出去 所以我覺得我以後應該沒辦法做美甲師 可是我覺得美甲師的工作好像也蠻不錯的 就是坐在裡面吃冷氣涼涼的 然後預約客人來做指甲 好像也蠻不錯的耶 我以後如果不當偶像 可以考慮去考美甲師的證照 好像還不錯耶 但可能有職業傷害 就是一些指甲的適適 可能會吸入 或者是 這些膠的那個味道 可能對身體也不太好 但可以當作個姓氏 做也不錯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就是很仔細耶 然後不會塗出去 而且他幫你這邊都弄得 就是包括你指甲的旁邊周圍都弄得很漂亮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然後旁邊那個客人他還在上面畫亮亮的東西 我就覺得好厲害喔 怎麼有辦法在這麼小的東西上面畫畫 我覺得很厲害 好可愛 賢子你好 但是光療真的是可以撐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的 他們會帶像外科醫師一樣的放大鏡嗎 不會耶 他們就是一般這樣肉眼看 要開早餐店又要做美甲師很忙 我跟你們說我今天打了氣泡水來喝 好這次黃妹叔不是收到氣泡機嗎 就是他的生日禮物收到別人送給他的氣泡機 然後他就把氣泡機擺在我家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到就會去用 到底是誰生日啊 就是莫名得到一台氣泡水機耶 不是要當雜誌小編 對了 雜誌小編也是不錯 哈哈 這只是一般擺開水 打了氣泡就超級好喝耶 而且我今天第一次用它 之前都是別人弄的 然後我今天第一次用它我很緊張 你知道嗎 不是說要打奶茶嗎 但是因為被極力阻止阿 所以就沒辦法打奶茶 我今天第一次打氣泡水 然後我很緊張 我很怕它爆掉你知道嗎 因為它打氣的時候那個聲音很可怕 所以我很怕把它弄爆掉你知道嗎 蜂蜜的來喝我覺得還好 應該說沒有糖的會 有些人可能沒辦法接受吧 沒有糖的氣泡 做美甲一次多少錢 不一定耶 有幾百塊也有一千多的 好 慢慢看就要賣給浩言了 現場表演播 我覺得很可怕 我以後可能再也不會自己打 就是 我覺得要有人在旁邊我才敢打氣泡影 還以為你真的打氣泡那種 我真的很怕把它弄壞 謝謝小白的新知冠 謝謝小白的新知冠 哈囉小羽 大家端午節有要去哪裡玩呢 我的姊姊要去那個叫什麼 藍羽綠島 應該是綠島 我的姊姊要去綠島 她已經出馬了 她要去六天 好好喔 她去工作順便玩 好好喔 大家有要去哪玩嗎 我應該是沒有要去哪 因為六日要握手會 所以 明後兩天應該是準備一下握手會的衣服 然後跟朋友吃吃飯吧 在台北這樣 在台北生活 那感覺出去人都很多 然後我也沒有車 所以沒辦法到處亂跑 準備握手會的東西哪有時間嗎 哪都不想去 去握手會 對 大家也要準備握手會嗎 準備話題之類的 準備應人傘應人物 端午節要努力把作業寫完 端午餐的快樂去握手會 加油亮鈴 去基隆吹海 我這次端午節可能吃不到粽子喔 因為我們家平常端午節是有拜拜會 買粽子啊 一些菜啊什麼的 然後平常在家過端午節的話都會吃粽子 但是我今天在台北的家過端午節 所以可能吃不到粽子 還是哪裡有單賣一顆粽子啊 台北到處都有嗎 感覺那種要傳統市場 還是菜市場才買得到 謝謝Alpha送我love 應人扇不能拿進去 你們可以在外面局了 剛剛收到會員卡 謝謝你的紙筆 不會有 會不會有 會不會也可以買粽子 市政府就有啊 真的啊 到上班 感覺要吃一下粽子 才有端午節的感覺 喔對 超商還有嗎 我記得我小時候超商有在賣 但是不超商還有沒有在賣 粽子耶 超商 跳月桃 端午節只能看書 加油鋼鐵很粉 謝謝櫻頭貓送我玫瑰 來 跟黃秘書一起去別人家趁粽子吃 星巴克甜粽芋頭跟洛神花口味 星巴克有出甜粽喔 我最近才想喝星巴克耶 他真的 他有出甜粽 可以買是不是 好吃嗎 好吃的話我去買 買來吃吃看 星巴克有出甜粽喔 謝謝永送我love 竟然抽到批養之餅 超商 喔超商有是不是 好那我去超商買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超商的粽子 但是我長大就是沒有看過了 還有在賣是不是 星巴克甜粽感覺很貴 日頭不行 在北部粽子很罕見嗎 是沒有到很罕見 但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感覺比較像傳統市場 或是菜市場會出現的東西 就是平常路上比較不會開通賣粽子的商店 比較不會開通賣粽子的店嗎 星巴克甜粽子 原來如此 這頂好買比較多 我想買直接現成真好的 就是回家就可以直接拆開吃 想買三顆回家 大家一起吃 粽子給人印象比較難看到 平衡是南部粽還是北部粽 其實我不知道差在哪裡 南部粽比較黏是不是 還是甜 還是有蛋黃 忘記了 北部的粽子是油飯 那南部的呢 你就懶 對我懶了真 哈囉季風亮 哈囉季風亮你好 好 處理米的方式不一樣 謝謝TTP棒場的LOVE 我記得我之前去年的端孔節直播 是不是也在尊北部粽還是南部粽嗎 好像又重演了同一段故事 結果我還是沒記起來 北部粽南部粽差在哪裡 北部粽不就是三機立體油飯 那南部粽呢 謝謝阿華的LOVE 一個是蒸的 一個是水煮的 哦 中部人比較喜歡中部粽 北部比較粒粒分離 南部莫米比較黏 哦 原來 謝謝鋼鐵韓粉的營用口罩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好像知道你們 懂你們說什麼 因為從小到大 我雞龍軟嘛 所以我都是吃北部粽 就是比較粒粒分明的 就是米一粒一粒很清楚的那種 但是上次我過年的時候 有去台南灣 有去吃那個什麼 再發號的肉粽嗎 就是它的米飯比較黏在一起 比較黏嗎 其實我覺得都蠻好吃的啊 我都蠻喜歡的耶 但是如果我不太想咀嚼的話 可能就會選南部粽 比較想要有口感 就選北部粽 還要解釋一次 又要解釋中部粽了嗎 再草包裡 中部粽是不是那個 你們上去年跟我講的那個 中部粽 什麼 把人拿去山上埋喔 是嗎 中部粽 謝謝阿華的眼睛葉這樣粽 怎麼一直粽粽粽啊 是拿去山上埋嗎 北部人那小時候不吃粽 只吃丁粽 北部叫出名的就是八王公 我都吃南部粽 其實我都喜歡 是嗎 是拿去山上阿 喔海邊阿海邊 中部粽消不快 平寒不佔南北 平寒不佔南北 平寒四季和平 喔是海邊阿 謝謝柏維的眼睛葉障中 他是海線 所以是拿去海邊買了阿 謝謝阿華的眼睛葉障中 眼睛葉障中 很好笑耶 彰化重 平寒偶包好重 我現在要來用重結尾 平寒偶包重 防波體滿滿都是人 還是你們喜歡平寒偶包重 謝謝阿元的眼睛葉障中 好笑喔 聊天室蠟品還增加奇怪姿勢 變成蕭波塊 大家要好好過章五連假喔 我的同班同學他們相約 要去九族文化村玩耶 超想去的 我這幾天 聽他們在討論 誰要開車怎麼去 我超想加入了 但是沒辦法 我要工作喔 謝謝博威又掌聲鼓勵 希望他們玩得開心 因為我們下學期就是會 實習啊幹嘛 所以其實不太會見到彼此 然後實習完後的下半學期 回學校再上半個學期 就要畢業了 所以其實再見面的時間沒有很多 然後他們就一起約出去玩 但是我沒辦法去 哈囉彩華你好 好 恭喜再一次丟包 晚安彩彩 哈囉彩彩 我的連假都是你啊 但是我連假握手會也很開心啊 可以跟你們見面耶 哈哈 我們都是好嚴門口爵食抗議 難怪你們見面也很開心 希望可以一起唱到美好為遇 就大家有個美好的 我連假都不要吃太多了唷 會胖胖喔 我粽子不要吃太多 上次哥哥姐姐去日本把你丟包 大家喔 我上次不是說要給你們看那個嗎 那個 會員卡 我拿到會員卡 一直忘記給你們看 因為我放在這 所以我原本 之前直播要給你們看 但是我放在新家 所以一直沒辦法給你們看 DK在這開直播可以給你們看了 開箱我的會員卡 是個信封 大家應該也收到了吧 不要吃太多 會變中步驟 大家應該收到了吧 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 大家應該有收到這個簽名 成員的親筆簽名的這個吧 吃太貌品很重認不出來 你們有收到了嗎 長這樣子 很可愛 這個外面有愛心跟芒果 然後是橘色 然後如果是你們的話 這邊應該會有我們 簽你的名字 然後還有簽名這樣 你們有拿到我的簽名的嗎 應該有吧 我記得我有簽到幾個人的 我會人生血直接給你的品牌快樂 手推成文理天賢 我沒有填欸 我的還沒有填 它是長這樣 是不是很可愛 它是 就是上面有愛心跟芒果 然後橘色 我覺得很Q欸 我捨不得放在錢包 我怕把它刮壞 然後我選了33號 AKB48 TTPF 然後 它這個條碼好可愛 我現在才仔細看它條碼 是AKB48 TTP 然後選了33號 平函 沒啊 沒 沒拿到我的 慘慘慘 不是平函的 收到簽名被寫錯名字 怎麼會 姊姊 我們姊姊都要檢查欸 怎麼會寫錯名字 怎麼可能寫錯名字 我們都要給姊姊檢查欸 哈囉 沒有拿到我的 你騙人喔 明明就簽到很多人了 你們說沒有我的 姊姊怎麼可能 反正我一定會有你的 董姊很可愛 然後我背面有我的名字 你們的這邊應該是品函吧 大家好好使用這張壞輪卡喔 我跟他結一個紀念生血針 可以問問問TP智慧王為什麼會寫錯 好想知道懷懷的本名喔 懷懷本名叫什麼啊 還追在一個套子保護他怕把他弄髒 沒有我的啊 沒有我的啊 本名有些微妙 可能難道品函直筆的都不是孝智 阿華本名是什麼啊 什麼什麼滑對不對 謝謝阿華送我掌聲鼓勵 阿華的本名是不是什麼什麼滑 陳懷懷阿 懷懷本名就叫懷懷嗎 好可愛的名字喔 懷懷本名就叫懷懷阿 喔對 胡建華 我記得我沒有牽到阿華的嗎 奇怪 路太華 懷懷 但名字有懷很可愛耶 因為很少有人名字有懷 張懷懷 我要知道大家本名阿 不然你們都隱姓埋名耶 沒有阿 我的本名是皮卡丘啦 我一直都隱姓埋名 懷疑阿 沒有品寒可愛 品寒最可愛 你叫我本名太奇怪了吧 沒有成人叫你本名 胡建華 胡建華 好像武俠小說裡面會出現的名字喔 還是因為 就是中那個有個藝人叫霍建華 然後他有演武俠片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像武俠小說出現的名字 你跟霍建華只差一個字耶 叫做胡建華 那我的名字你必須使 小白的本名是什麼 皮卡皮卡 原來是皮卡丘的部分 叫本名頗尷尬 好吧那還是叫你懷懷好了 那我可以知道你姓什麼嗎 我還獲原價咧 還好我本名不常出現 小白怎麼會忘記自己本名啊 小白也是華 都是華啊 那你們姓什麼啊 謝謝卡摩尹的藍色應援棒 倒過來寫還是一樣的姓 什麼意思 倒過來寫還是一樣的姓 倒過來寫還是一樣的姓 什麼啊 什麼啊想不到什麼字 高過來寫還是一樣的欸 雙 高過來寫還是一樣的 黃 黃嗎 最近得了十一陣你是 黃嗎 哈嘍 哈嘍密晚安 都被叫白衣生比較多 秋建華 聽說本名被知道就要跟他結婚 我叫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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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一樣 王 喔王啊 懷懷姓王啊 王海懷啊 王海懷你好 好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是大家越隱姓埋名 我會越想知道你的本名 這是一個你越不想讓我知道 我越想知道的概念 像楊潔他就是本名 就不用去猜想 就是那樣子 大家要不要就是 乾脆直接讓我知道 我就不會這麼想知道 哈哈 我姓蕭 像那時候我看到 因為平常工作人姐姐都是隱姓埋名 用小名 然後當我知道他們的本名的時候 我超級興奮激動的 就覺得好像發現什麼秘密一樣 大家越隱姓埋名我就越想知道 爛尊研究粉絲名的偶像 如果發現一個名字簽了好幾次就是我的了 那我知道你叫什麼了 因為我有簽到一個很多的 我有簽到一個簽到好幾次了 是不是你 才不告訴你咧 我覺得我一定可以查出你們的名字 你們越不想讓我知道 我越想知道 我就會想要挖掘這個秘密 你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 你越想知道我就想繼續神秘亞洲可惡 那你的本名裡面有懷嗎 我只能說我的信賴基隆是大信 我覺得平衡查不出來 哈哈 祥宇是本名 哈囉祥宇你好 謝謝露露送我眼睛夜當狀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喔 我好像知道小白叫做什麼了耶 那我被你挖口不是沒有秘密了 簽本名的時候你會順便知道暱稱嗎 不會耶 簽本名的話我們會不知道暱稱跟本名字型 因為我們的名策上只會有本名 不會有暱稱 所以是根本對不上誰是誰 除了你本來就是用本名的 想問黃傑是誰 黃傑是黃秘書本名啦 你們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啊 士大夫姐姐可能都SOLO 你們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 SOLO 謝謝祥宇的掌聲鼓勵 謝謝祥宇 有懷 那你姓什麼 陳嗎 黃 你姓王 那我也叫你王懷懷 有名策結果還被寫 可能是個意外 也算是幸運啦 沒有檢查到 壞壞 你也算是幸運 他那一出就要那個阿房秘書 我只能提示我跟你都很Q 金幼也姓秋阿 秋金幼阿 我還知道你們負責了名字 寫真書後面有黃秘書本名 真的阿 沒錯他叫做黃傑 我們都叫他黃傑傑 黃傑傑 他 不覺得兩個字的名字的人很酷嗎 我覺得兩個字的名字很帥 所以 像日輪你看秋涵的話就很帥吧 兩個字很帥 很想叫兩個字 我以後的小孩要做秋天 女生叫做秋天 男生還沒想到 之前高中英文老師也叫黃傑 之前高中英文老師也叫黃傑 不是豪寶嗎 甜分源的時候也有甜昵稱 林傑秋天 我真的叫秋天很可愛 品寒名字一聽就覺得是很可愛的 秋蜜 秋影是怎樣 好可怕的名字 怎麼姓秋 秋天比較像男生名 我們一個像夏天 一個像秋天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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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得很可愛嗎 品安可能去偷看公司的粉絲資料冊 我知道我有一天一定會知道你們的本名 大家不要再掙扎 謝謝阿華的LOVE 秋天 秋天很像小說角色的名字 大家有沒有吃晚餐阿 你的小孩不跟夫姓跟母姓喔 其實不太在意耶 你知道本名那我不要再亂FB留言了 還是你也架個姓秋的好了 這是什麼宣言 我覺得我有一天已經會知道了 假寶 大家有沒有吃晚餐 我跟你們說我今天吃了一個很好吃的晚餐 是平民美食 我今天吃了水餃跟牛肉湯 牛肉蛋糕湯 超好吃的 我覺得我上禮拜不是說我想吃牛肉麵嗎 然後我就 點了那個外送 我就點了 韭菜高麗菜水餃 然後還有 牛肉蛋糕湯 我覺得很好吃耶 還沒吃正在吃蒸肉粽 有一天可以簽署名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好久不見男野獸姨 小孩名字要好聽就是女孩子就叫秋天 牛肉蛋糕湯超好喝的喔 超級好吃 好好吃的水餃跟牛肉湯 湯有沒有加薑絲 沒有耶 牛肉湯要加薑絲喔 我第一次聽耶 我喝牛肉湯從來不加薑絲的耶 我是喝那種牛肉麵的牛肉湯 不是南部的那種牛肉湯 是北部的牛肉湯 有懂我在說什麼嗎 牛肉麵裡面的那種湯 不是南部的那種溫體牛的牛肉湯 不要取奇怪的名字 以後小孩上學會不會笑 平民美食應該牛肉第一次 我都加上司 喔對清湯的話就會加薑絲 但它是牛肉麵的那種湯 所以就是不會加薑 那像什麼牛肉湯 紅燒嗎 像紅燒嗎 對就是通常會加酸菜的那種牛肉湯 很好吃耶 然後跟你們分享我上次 上個禮拜吧 跟嘉莉柏林彩杰 還有他的媽媽一起去KTV唱歌 然後我發現 KTV裡面的牛肉麵 超級爆好吃 然後KTV裡面的水餃也是 超級爆好吃耶 我覺得我真的是進去 KTV不是唱歌是去吃東西的 那就是嘉莉的媽媽很好客 然後有時候就會邀請我們 一起吃飯或是一起去玩這樣 石巾就每次都沒開不能採 對跟嘉莉他們 然後柏林彩杰 還有他弟弟和妹妹QD跟QQ 妹妹好像叫QQ 然後弟弟叫QQD 然後他這次就是KTV 然後我真的是幾乎都在吃耶 我覺得裡面的牛肉麵跟水餃 好好吃喔 因為我平常很少去KTV 我從來沒有吃過KTV裡面的牛肉麵或是水餃 但是我有聽說過很好吃 結果好像是真的很好吃耶 好厲害喔 真的是被KTV當他們的牛肉麵便 那個水餃跟那個牛肉麵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很少去KTV 所以從來沒有吃過 但是一直都有聽說還不錯 結果我們去吃的時候還開錯包廂 因為那天就是好像練習完 然後我跟嘉莉一起去 結果他媽媽跟他說錯包廂 然後我們就進到一個別人的包廂 然後一打開門想 嗯?這是誰? 然後我就是 站在比較後面 我想說 一開門我就想說 不對啊 這不是 就是這不是我見過的他的家人 我想說 嗯?還是我沒見過的親戚之類的 結果原來是開錯門了 就是他媽媽 他媽媽講錯包廂 然後我們就超尷尬 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彩傑跟柏林是比較後來才去 謝謝阿哈的眼睛夜障之後 然後他媽媽故意跟 就是叫嘉莉說不要跟妹妹說 然後彩傑 彩傑也開錯門 結果彩傑也超生氣的 我想那個被開錯門 而且是同一個包廂 我們都開錯同一個包廂 我覺得那個包廂的人應該很少 也想說今天是怎樣 要怎麼一直開錯門包廂 很尷尬耶 就是人家在唱歌 想要開錯包廂進去 以前也開錯過 就在裡面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這包廂還有幸運 大家覺得 就是 我之後還會常常想去KTV 因為東西真的太好吃了 還有那個牛肉的那個 牛肉還有牛肚也超好吃的 笑錯還開錯同一個包廂 謝謝柏惟的掌聲鼓勵 而且他妹超會唱歌耶 就是 他還有一個小學的妹妹叫QQ 唱歌超好聽的耶 然後我們還在裡面唱那個 TTP的歌 我們都點了勇往直前 開錯說有人在服務裡面 我們點了勇往直前 TTP Festival是一樣 然後在那邊唱自己歌 我自己第一次在KTV唱自己的歌耶 然後還有MV耶 我覺得很酷 謝謝楊潔送我 這是什麼 舞台公演 謝謝楊潔的舞台公演 你的意思是姊姊 什麼意思 去KTV說我要一碗牛肉麵外帶 三騎生日貝樓 竟然點自己的 剛練習完要在KTV繼續唱跳嗎 我那天沒有待很久 大概一個小時40分鐘嗎 40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我就走了 因為我後來晚上還有其他的約 所以我就沒有唱很久 然後我們就點了自己的歌 我覺得很酷 我第一次在KTV唱自己的歌 有點感動 而且還有MV耶 我覺得很可愛 大家去唱KTV也記得要點我們的歌 原唱在此超high的啊 而且他弟弟很可愛 他弟弟還小學很小 然後就也會唱我們的歌耶 他會唱什麼TTP啊 夕陽都會唱很厲害 開送包廂室應該請他們點個TP的歌 衝綁 原來有唱歌還會一直點牛肉麵 行程很滿嗎 要不要也像柏林cover一首看看 欸你們有去看柏林的cover嗎 超強的 原唱在KTV 原唱在KTV 唱歌 要從萌麥唱進包廂才對 被栗子洗腦 謝謝小白的掌聲鼓勵 而且還點了那個 好像彩結 小時候有去拍一首蕭敬騰的那個 阿菲的小蝴蝶的MV嗎 就是裡面那個小女主角是 彩結的小時候耶 超可愛的 我們就點了那首歌 要看彩結的小時候 彩結小時候有去拍那個 蕭敬騰阿菲的小蝴蝶的MV嗎 那個小女主角是她 超級可愛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謝謝懷懷的麥克風 小幾分幾分 沒有 她那個戲份很多 整個MV都是小彩結 好可愛 她會不會生氣我這樣講出來 說不定她覺得很害羞 不想讓大家知道 但我覺得很可愛阿 我覺得很可愛 真的假的 稻香 我知道稻香有例子 她有跟我說過 但是那個就比較沒有這麼多目 不知道很仔細看才有 謝謝小白的眼睛也醬重 謝謝阿華的love 欸我覺得她們很厲害 就是小時候就去拍過 這麼厲害的人的那個 Girl的MV 我覺得很厲害耶 然後我那個年紀都還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還在安晴班吃吃零食之類的 就是還沒有考慮要走這條路 但她們從小就是方向很明確阿 我覺得她很厲害耶 從小就開始有接觸一些這種 演繹的東西 溏心 我的氣泡粉紅麻了 我要再來倒一些進去 欸氣泡水真的很好喝 真的我變得很愛喝水 我之前真的是喝水喝很少 你還在安晴班傳魔術方塊 我領那個神報 就只差Lisa桑的愛情 那個真的很厲害阿 平函是真平民 我是真平民阿 我小時候超級沒有幹嘛的耶 我真的是 就是真選後加入AKV48 Group 才開始曝光在螢幕上 以前從來沒有任何作品 也是加進來後才開始要走這條路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進來後才有這個夢想 剛進來的時候也不知道要來幹嘛 就是陪姐姐來真選 後來才漸漸喜歡唱歌阿 在舞台上表演阿 才就是有這個夢想 MV又想試試看嗎 說不定改天 周董早去追你了 現在也很多作品 半路出家 所以平函超厲害 沒有沒有厲害 感謝平函選擇這條路讓我能遇見你 我記得我剛進來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來練練舞而已 就是假日來練練舞阿 然後那時候也沒什麼表演 就覺得喔 好像很漂亮可以在舞台上這樣而已 然後也不了解AKV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因為喜歡才進來 我是陪姐姐真選 然後加進來齁 因為我就是算是不喜歡 對自己不負責任吧 所以當我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想把它做好 所以我就好好的去研究了 AKV48到底是什麼樣的團體阿 然後才漸漸認識他們 然後漸漸喜歡上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然後更了解這個工作幹嗎 然後才開始有這樣的夢想 標準偶像起手勢 我陪朋友來選擇 我也覺得我的這個故事好標準偶像喔 腦中不經浮現小品行跟姊姊跳舞的畫面 不要喔那個好丟臉阿 進步神速系偶像 超級素人 我剛進來真的超級素人 而且那時候真選的時候有很多就是 網路上阿 可能很厲害的網紅阿 或是有一些名氣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好漂亮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太化妝 就是很素這樣 還有不太會化妝 沒有那麼可愛漂亮 我就覺得那些人好美喔 我就是真的是來當偶像的 然後也很擔心 大家會不會比較喜歡他們阿 什麼的 但還好也堅持下來 才能遇到你們 然後也越來越美 也學習到很多東西 參加很多活動 覺得蠻好的 還是有很多很棒的回憶 所以也蠻開心自己能夠 誤打誤撞進入這條路 真的算是誤打誤撞欸我覺得 現在也蠻開心 可以誤打誤撞進到這一行 請問魔方要怎麼轉睡掉出來 沒有 當然是魔術方塊太鬆 就會這樣 不要笑小品牌好不好 謝謝阿華的love 請繼續撞下去 誤打誤撞嗎 蠻開心自己可以撐到現在 今天6月也多了喔 再顧兩個月就是當初徵選最終審查 那時候好像8月6號嗎 我覺得是當初最終審查的日子 2015年的時候 AKV4TA臺灣徵選活動 什麼很緊張的一天 請繼續直直撞 魔方夠開應該是日常 還好中間那段你真的選擇在世 越來越美跟可愛 謝謝誤打誤撞 我們需要你 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路上被拉爆名的更悟 其實我記得我也有幾次考慮過 就是不要繼續了 第一次是 就是那時候當初 不是選了馬家去日本嗎 然後那時候有選擇要不要再世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有考慮不想要再世 很遮以前了 但後來被爸爸阻止了 爸爸說 你都努力到現在了你 真的要放棄嗎 這個機會很得來不厭 你要不要 反正你也還在上學 然後這個也不需要付什麼錢 你真的不繼續試試嗎 這樣 所以 我就選擇好 那我在 因為那時候還小 就覺得 那既然沒有選我 我就不想要 就是有點 鬧脾氣嘛 那時候還小 還不太懂事 就覺得 做那麼多 然後也 也沒有什麼收穫啊 所以就覺得 我不想要 我想回去讀書這樣 然後爸爸就說 叫我記事 所以我就留下來了 現在講這個感覺會苦 感謝平衡爸爸 但現在就 適合來這件事嗎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 要走的路吧 就是馬家去那邊也很好 就是他在那邊發展很好 也很替他開心 只是那時候還太小了 不太懂這些 但現在想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 他在日本我們在台灣 然後還是 可以一起在 這一條路上努力 然後也認識一個很好的朋友啊 覺得很棒 謝謝坑葉的掌聲鼓勵 感謝 他叫他是感謝平衡爸爸 謝謝月總 爸爸可以去當心態 本來也想推坑 結果退伍 我又別入坑了 謝謝海華儀 這好像 這是我就是 第一次 決定 說我不想 就是有考慮過 我不想要試約 然後後來就一直到 TPE時期都有簽約嘛 後來不是 TPE有一段艱難時期嗎 那時候 在簽新的這間公司 就是現在這間公司 好演娛樂的時候 我就是 也可以選擇 要不要繼續 然後那時候也有在考慮 到底要不要繼續 但後來想說 都努力那麼久了 所以就想說 好 那我再試試看 所以就留到現在啦 還好有留到現在 謝謝伯伯以後我一定要好好上市 你也考慮很久 其實 過程中真的是有 考慮說 我不想繼續 是 你都叫他馬家 對我都叫他馬家耶 對 所以也是有猶豫 猶豫的 猶豫過 謝謝伯伯的LOVE 反正也沒別的地方可以去 也是 小白你說的沒錯耶 因為我也是想說 反正我現在讀書也沒地方去 那就加減做的這種心態 就是當初 一路上這種心態這樣 直到這間公司出現 開始真的出道發片之後就 把這個當成真的工作再努力 之前也不是說不把這個當工作 只是就是 還沒出道就 沒有真的在工作的感覺 所以會有點迷惘 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謝謝伯伯努力不一眼 想當初一段見面會只認識平安 就買全日常 還被坑一個迴照 謝謝阿華的LOVE 有去問神明嗎 沒有耶 欸 有沒有啊 我忘記了欸 太久以前了 謝謝CAMINE的掌聲鼓勵 哈囉 早葵你好 賢者也是賢者 因為我當初進來的時候才 國三剛畢業 一切好不真實 真的欸 就很不真實的感覺 當初我才國三剛畢業 想說反正還在讀書 那就 繼續也不會怎麼樣 反正我也蠻喜歡跳舞的 然後也認識很多朋友 就 不想跟他們分開 想一起繼續 開心 在這個團體生活這樣 所以就 繼續 小萌兒你好 好 葵大將軍 剪刀石頭布 平手 謝謝副委送我剪刀 葵大將軍 可是一次就買400張的粉 好厲害 早葵 請收下我的膝蓋 早葵 我給你貴 我給你貴 好可愛 超可愛 小白不要照搖 謝謝小白的看好你喔 今天要聊握手會嗎 我剛剛一開始聊了呀 我說我在準備衣服 不是嗎 然後準備了一套 感覺大家會很喜歡的衣服 請期待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國三不是有額頭嗎 哈囉西西你好 沒造謠 哈囉花生 花生晚安 是累一期的粉絲們 那麼短就結束了 沒意思到 希望各個時候粉絲 有給到你支撐的能量 有的喔 謝謝楊潔 謝謝我的 不管是我的粉絲 還是別人的粉絲 就是 一路上都有給我很多力量 謝謝 謝謝 累一期 我最近好喜歡累一期喔 我被他圈粉了 我覺得他真的 跳舞很厲害 我每次看他跳舞 都會被他吸引動 然後就覺得 應該說從他身上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嗎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喔 我覺得他也是很努力 然後很堅持他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因為都是摩羯座 我覺得他的個性 跟我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我們個性有點像 就是想做什麼事 就要做得好 然後 的那一種惹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個性 因為都是摩羯座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我們兩個都摩羯座 所以我覺得我們個性很像 然後我覺得 從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 我真的覺得他跳舞很好看 有時候我也會學習他一些 跳舞的地道啊 或是他跳舞的地方 就是他 讓我成長很多 就是 是好朋友也是很好的 競爭對手的感覺 被拉拉隊女友圈粉嗎 入坑參加第一個活動 就是 你跟他老五成活動 有一點類似的特質在 我覺得我們個性好像 可是還好有他在 所以可以促使我成長更快嗎 我知道 這樣之後還能繼續一起加油 互相要當彼此的資助 謝謝小白的貴族玫瑰 謝謝小白的貴族玫瑰 悶嫂 完美主義 對有點完美主義 對有點完美主義 我覺得 對良性競爭好夥伴 我覺得我最近真的成長 心態改變蠻多的 就是當 當你的內心更成熟後 就會 看到別人更多可以學習 跟別人更好的地方 這樣自己也可以更進步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我最近比較能夠 看到大家 厲害的地方 或是自己比別人缺少 哪個地方 然後才可以更進步 因為我之前覺得 不是說過我覺得 我一直卡在一個地方上不去嗎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心態還沒有放開來嗎 可能常常會很在意 別人粉絲比較多 或是別人長得比較可愛 或是別人跳舞比較好 別人做得比我好 然後就會自己一直陷在那個 漩渦裡面出不來 然後也無法進步 謝謝命的新之冠 但是我覺得 就是再這樣下去也不是什麼辦法 謝謝西西的掌聲鼓勵 不然怎麼也偶像 想跟林一說加油 被甩一波 一個馬尾 謝謝阿遠的掌聲鼓勵 所以最近 最近成長後覺得 心情比較好 心態上更成熟 然後做起事來比較快樂 然後也會比較享受這個工作 然後也可以 從別人身上學到更多 然後 別人不好的地方 就是自己不要做 然後別人好的地方 就多多學習 這樣自己才能更成長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 最近心態比較改變的部分 我覺得很棒 大家也要 如果工作上有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我覺得可以 參考這個方法 把心打開來 看到別人好的地方 然後 懂得讚美別人 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在這個行業 因為我們團體人很多嘛 所以 當然競爭是一定有的啊 但是也不能一直 在那個 就是我一直要贏 我要當第一 我要贏每一個人 就是 這樣壓力也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要放開一點 我覺得 懂得欣賞別人很重要 而且我們團體人這麼多 每個人都 每個人的個性 或是優點 我覺得 是我們團體很棒的地方 就是 因為有 30 40幾 30幾 就是這麼多人可以學習 每個人都 每個人的優點 跟不同的地方個性 我覺得很棒 就是有很多 可以學習的東西 謝謝小蘭的麥克風 每一部分的怕怎麼分的 嗯 就是按照那個站位嗎 站位去分怕 今天做要支援小孩子見點 我有學習你的拍照筆頁 這樣嗎 KMB從來不是一個人 平衡往前跑了 而且我前幾天也看了 就是BNK的那個紀錄片嗎 謝謝阿瑪的真情告白 因為我看到BNK 常常在宣傳他們新的紀錄片之類的東西 在Netflix上的 叫做什麼 One Take嗎 是吧 是不同色彩組成散發出耀眼光明 嗯 兩手筆頁這樣嗎 然後我就查 我就是Netflix查 就還沒查到他們那個新的紀錄片 可能還沒上吧 然後我就去看了他們舊的紀錄片 就是好像兩年 一年前的那個 叫做Girls Don't Cry 我覺得很好看耶 滿推薦大家 大家如果有Netflix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從他們成門的想法中也學到很多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謝謝小白的真情告白 舊的有字幕 有喔他有中文字幕 謝謝海懷的love 他們是從二丹那個 不好意思的Fortune Cookie 才能夠爆紅上去 他們說他們也曾經掉選拔過 而且他們競爭也很大 然後掉選拔之後就會很難過 謝謝AHA的掌聲鼓勵 然後聽到Music說 他也是犧牲很多東西 可能學業啊 還有玩樂時間啊 但他覺得很值得 因為他覺得 這個團體會陪伴他很多年 所以他覺得很值得 然後聽聽到覺得 好像蠻有道理 就是這個團體會陪伴我很多年 所以好像也蠻值得我 就是努力去放手一搏的感覺 把所有真實的話都引出來 謝謝AHA的掌聲鼓勵 謝謝海懷的love 然後他們也說了團體 所以團體也是 就是避免不了競爭嘛 畢竟團體一定會有競爭 畢竟每次選拔 但是就還是在競爭 所以就 競爭算 就是是好的 可以互相進步 但也不要太看太重 就是還是可以彼此一起學習努力這樣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是一個團體嗎 所以就是他們有個成文就說 他希望美光燈不是只照在他自己身上嗎 希望可以照在大家身上 這樣整個團體才會更好 就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就是只有一個人好的話 整體不可能再更好嗎 就只有你一個人好啊 但是當大家都集體是越來越好的時候 整個團體才會越來越好 對自己也會比較有利嘛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多多幫助其他成員 品牌現在的呢 要努力但不能自己努力是大家一起 是的啊 就是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好 這樣我們才可以往更高的境界邁進 對吧 謝謝海華的幸運四葉潮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來念個排名吧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蠻不錯的 蠻可以去看看 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蠻長的 一個小時多 就當電影看 謝謝阿嫻的LOVE 謝謝海華的幸運四葉潮 好 謝謝空夜的看好你喔 謝謝Lulu的我來簽到 那我先念個排名 謝謝 謝謝亮靈的掌聲鼓勵 第十名阿華 第九露露 第八芳圍 第七小蘭 第六Burry 第五芎芎 第四小蘇 第三金釉 第二楊潔 第一小白 然後抽個籤 嘿 四號 是小蘇 恭喜小蘇 那就是小白 楊潔 金釉 小蘇可以指定 要等下禮拜幾播才能看平坦了 沒錯 謝謝TTP棒牆的掌聲鼓勵 謝謝WAVE 的掌聲鼓勵 謝謝 大家可以指定囉 握手會期待右頂方 好啦 最後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防曬喔 因為很擔心你們中暑 你們要排隊一整天很熱 然後品函是在25681011步 大家要來和品函界沒有要排隊列喔 所以我品函在第一流 先寫TTP棒牆的新之冠 握手會見 大家握手會見 請期待我的特別的服裝 一套特別的服裝 但是有可能會流汗 所以我的妝可能不會這麼完美 大家很抱歉 先跟大家打一下預防針 我很會流汗的 不知道現場會有多熱 所以如果我的妝有點不完整的話 請原諒我 謝謝AHA的新之冠 但我還是會努力保持我的可愛的樣子的 然後我會擦香香護手刷 我戴了三個不同口 四個 我考慮就要戴幾個口味 第一次握手會三人不記得哪一部了 你可以到那個官方的Facebook看我們有哪一部 它上面會寫每個成人的部數 很想看花掉的妝啊 大概也會爆炸容裝 請帶跟你們見面 希望大家握手會來可以玩的開心 然後跟我們好好交流 分享你們這段時間 看到的成長啊 或者是舞台的感想 看到的表演的感想 或是各種你生活上的也可以 工作上的也可以 或是發現什麼新事物都可以跟我分享 不要緊張 如果你們想不到話題 我就跟你們講笑話 或是找話題跟你們聊 所以不要緊張 就是聊天而已 如果真的沒話題 可以欣賞我的指甲 然後一邊唸 吼斯吼斯刀 你覺得可以讓我變成 心犯心態的任何事物 我想一下喔 大家記得收握手會的信 對啊 握手會好像可以寫信給我 如果你們有想寫信給我 好像也可以 就是寫信 然後給現場的工作人員 他們會一併的拿給我們 所以如果你們 懶得寄信到公司 或是不知道怎麼寄信到公司的話 也可以趁這次的握手會 寫信給我喔 我好喜歡收到大家的信喔 我覺得收到信是一件 從粉絲那邊 算是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比起什麼禮物 我覺得信件最讓我感動 呵呵呵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多少寫信給我喔 我很喜歡收你們的信喔 我都會 一個字一個字好好的看 然後把它收起來 希望你們可以寫信給我 我期待一波 大家可能要手寫一下信喔 我很期待你們的信 如果沒有握手會也可以去寄信嗎 當然可以阿 你看得懂我們了是嗎 當然看得懂阿 好我要來實現一下 那個楊潔的指定喔 楊潔說 你覺得可以讓你變成 心犯心態的任何事物 我想一下喔 那我就跟你說一句 是我當初 你犯上我那一刻的那一句話好了 那是在幾年 2016年 2017年的那個 橫山友誼分泌艇那次 我記得我那時候要上車 然後好像看著你 對你說了喔 之後也要來看我們的表演喔 呵呵 謝謝你之後都有來看我們表演 我很開心 沒想到我們 就是緣分可以持續這麼久 謝謝楊潔 之後也要來看我們的表演喔 希望可以 有好多好多個之後 一起陪酒品很好嗎 謝謝楊潔的指定 時光倒流 好久以前了喔 謝謝喔 謝謝喔 那我可能準備寫信 等你的信喔 空業 我期待大家的信 也可以用打字的阿 希望可以收到很多信 喜歡收到你們的信 可以多多寫信給我 也可以送應援賞給我啊 之類的 好像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送禮欸 不太確定 不要被布丁掉 還有誰要指定 小白跟 跟 小薰 還有金釉 什麼 小巨蛋第一次看到皮函 謝謝你阿 走 握手會要門票 握手會要握手券喔 握手會要握手券才可以來 只要購買我們的單曲裡面會附握手券 但是現在單曲應該是買不到的 你可以去問一下其他粉絲 可能買很多張 他願不願意分你一張 可能可以因為這張入品函坑的話也是不錯 你可以去私訊品函的粉絲群們 看有沒有人突然沒辦法來阿 或者是他願意禮讓一張給你 可以去私訊他們 小千千 可以用報紙一字一字點成性嗎 可以阿如果你時間夠多的話 好 金釉上面指定空氣握手會好呀 請跟我握手囉 準備好了嗎 好高興見到你 謝謝你 來 我們星期六日就可以真正握手囉 或許可以場外看 四單有機會 可以嗎金釉 把握四單 或是你四單的時候可以來找我握手 就是下一張單曲發行的時候也會舉行握手會 就可以買單曲然後參加我們的握手會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可以嗎金釉 小白的也在上面 好喔 通關面也有握手握手 小白指定什麼 看一下喔 指定把都要上當粉絲腳當手握手一下 好阿 準備囉小白的指定 都要上的手手 你好 很高興你今天來找我握手喔 怎麼畫面有點荒謬 今天去買了小風扇 希望握手握那天有用處 絕對有用處的握握 跟你說你很聰明 下次有機會再去 好握握等你喔小千天 有品行的粉絲群 有的 你可以加入他們的群組 麻煩大家吃幫幫那個 他叫做什麼呢 阿蕭 阿蕭想要入品行的粉絲群組 大家可以把它加進去 兩手握好 好 很高興你今天來 很高興你今天來跟我握手 希望下次還可以見到你喔 倒立握腳 看到他的腳就很想親 太可愛了吧 小腳腳 可以嗎小白 你出鏡 星期六日也要一樣動作 不行啦 我會直接被出鏡欸 可以寫好好的眼睛又動作 星期六不可以親手不可以 謝謝男眼秀衣的藍色影門棒 因為他是對牙腸才可以偷親 好啦 謝謝大家的指定 Burring是不是 不是Burring 小春是不是不在啊 那就差不多今天要結束了唷 大家我們星期六日握手會見 這兩天會好好準備服裝的 請等待我 那個精心準備的服裝 是也不用精心準備 就是稍微逛一下 大家只要變得跟Done一樣的形狀 就可以被親了 沒有這還是 華神 可以在這邊 謝謝阿元的星之館 這邊可以現場不行 好啦 大家握手會見 謝謝阿元的星之館 服裝你也有準備 好那我仔細看一下 等你們的信喔 想收到大家的信 期待你們寫信給我 那我們星期六日見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唷 西西掰掰 掰掰 空夜掰掰 邦偉掰掰 謝謝邦偉的再見 小友 小蘭掰掰 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直播 那六日見啦 花神掰掰 阿澤掰掰 掰掰 小蘭 變成新鮮檸檬掰掰 很期待你的握手 可以看欣賞我可愛的指甲 還有可愛的臉 小千千掰掰 露露掰掰 卡牟尼掰掰 阿華楊潔 陳阿蕭掰掰 金幼掰掰 露露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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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 男野秀姨Erik 幻影戰士TTP棒牆 掰掰 謝謝小白的在電沙遊 大家掰掰 阿蕭克也是私訊揚結喔 他可以把你加進去品寒的群組 我們就可以活動前一起討論 之類的 謝謝空夜在電沙遊 還記得懷懷姓 懷懷姓王 甲骨文雞鮮羊掰掰 好啦 差不多要下播了 大家六日見 記得防曬唷 多喝水唷 還有帶雨傘 大家掰掰 晚安囉 今天也要數秒 最後5秒 5 4 3 2 1 掰掰